我現在又是說十兄弟 名字叫做十兄弟怒海除魔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戲當然會有續集 別以為只有無間道 涉聽風雲那些系列才有續集 五六十年代粵語長片時期 好像這部十兄弟的續作怒海除魔 都是一套系列片 那一套系列的 話說十兄弟搜集相應之後 叫好又叫座 原班人馬當然是打鐵趁熱 立即拍一套續集《盧海除魔》 在1960年上映的十兄弟怒海除魔 各式人物承接上集的設定 故事講述 魔鬼湖有怪魚出現 令村民無法打魚 上集的奸角由石堅叔飾演的柳大帥 所以就深深一計 想請蝦哥率領十兄弟去對付怪魚 同時也等怪魚對付蝦哥一家王 一步上集之首 我們雙兩個人都要請大蝦哥 和你們十位兄弟就可以收拾他們 蝦哥為人善良 十兄弟也希望為民除害 當然答應了 殊不知龍油淺水做客氣 即使十兄弟本領高強 但一進到水裡 就發揮不了 就好了 他想夠這麼熱心 為大眾族一條壞魚 都是一個好人 我在這裡有些藥 給他吃了就好了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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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 我們爹那隻腳現在好了 我們又想捉那條怪魚 你有什麼好法子教我們捉大魚? 是呀 有什麼法子教你捉大魚? 是呀 是呀 老伯 你教我們吧 湖邊村那些人 只是在那裡找食 是啊 老伯 你還好心 你們要捉那條怪魚 是一件很艱難的事幹 那如果你們是這麼熱心 要為物除害的 我可以教你們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呢? 我是一個師父 叫做石仙老人 他一向是隱居在一個仙谷裏面的 如果你們找到他 他自然可以指點你們的 石仙老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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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叫 叫人要稱呼 怎麼稱呼 老伯伯呀 老公公呀 那叫? 那現在叫過就行了 叫呢 哎 哎 狗 你不要叫了 有了聲又大 現在嚇嚇人 大家幫忙找找找 去找找 找找找 走 快點,媽,你快點 這是什麼橋? 你看 請問你老人家 是不是石仙老人? 是,我就是石仙老人 什麼? 魔鬼湖那條怪魚 是呀,他現在整天出來害人 弄到湖邊村那些人都不敢看陪羅魚 我看到他們這麼辛苦 怎麼就帶十個兒子去捉那條怪魚 誰知道幾乎沒命,被牠咬傷了 幸好心理得到那個老伯,醫治好我 他說是你的徒弟 他叫我來醫師求你,借了寶貝給我 讓我去捉那隻怪魚 這隻是寶珠,牠就可以制服這條怪魚了 不過你們一定要用百家柴煲了水,洗過牠才行 百家柴? 是,一定要有一百家人拿柴出來 煲了水,洗過牠,見到閃閃發光,這樣才有用 因為這條魚是水的,所以一定要有避水神爪才行 避水神爪?那在哪裡拿的? 哦,你們要去虎漢山樹拿的 虎漢山整年乾漢,所有的樹木都敷死了 你們要想辦法把樹木救生了 然後才找得到一個叫藏寶洞 在藏寶洞樹,你們就找到避水神爪了 這些我看是避水神爪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大哥 真的很好的,大哥 zrobi便不如看 鱼的鱼的確很精彩 根據著名電影道具師傅盧忌平的益術 全條魚長達30呎 魚肚還是真空的 裡面裝了一部艇尾機 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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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魚可以動 魚尾也懂得擺動 整條魚都是用木、麻包、人造膠布等等造成 當時拍戲沒有美術部這回事 很多時候都是靠道具部手足的想像 或者從外國電影裡透視學回來 粵語長片台超過1500套經典好戲 快點訂閱和按下鈴鐺 一有好片馬上通知你